開始處理後缺牛小排的部分 麵類搭配湯品其實是我的罩門 我們來到最後一分鐘的極限衝刺時間 老闆怎麼會想要舉辦這個挑戰 盡量把牛肉化回到機制 八個人一直都吃不完 我就想說這個大胃王 各位試看看他們有沒有辦法 限時一個小時 如果把豬排出來 獎金五千八 有信心嗎? 很大的挑戰 我會盡全力 接著老闆和我詳細說明挑戰的流程 現在我們來乘量盛裝牛肉麵的大碗工的重量 總重是6.5公斤 各位 我們現在進到廚房 開始製作挑戰的餐點 牛霸王牛肉麵啦 現在老闆正在把溫體牛切片 這邊皮帶麵的煮法非常講究 下滾水時需要細心的一片一片攤開來 下鍋後也需要不定時攪拌 以防黏在一起 我們精準計時兩分鐘起鍋 接著我們將皮帶麵分多次放入大碗工 同時點入香油攪拌至均勻 現在重頭戲來了 放入超巨大牛小排 緊接著放入最珍貴的牛尾中段部位 上層鋪上切片好的溫體牛肉片 最後灑上些許的蔥花做點綴 牛霸王就大功告成啊 放牛霸王麵 經過測量後 目前還是要再加入2公升左右的牛肉湯 至牛霸王牛肉麵滿15公斤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開始挑戰啊 好 那現在這個牛肉麵已經上桌啦 欸 妳有freestyle嗎 好 那我就隨便freestyle一段說唱 OK 準備好就開始了 3 2 1 走 欸 妳看這個麵 它又長又寬 欸 妳看這個碗 它又大又圓 太棒了 我覺得不行 好 好 可以開始 來 計時 開始 開始 我們先把一些料撈出來 就用那個趕快 用那個趕快 安安各位 我又來啦 挑戰一開始呢 因為剛才加入的牛肉湯目前還非常看口 所以我的計劃就是先把溫體牛和其他食材打撈出來 嚴禁時才泡到太老 我們先來一口牛肉湯 我們再來一口牛肉湯 搭配溫體牛 牛肉目前還是粉粉嫩嫩的顏色 吃起來口感非常軟嫩 還有一點微黏 吃得到溫體牛專屬的清香口感 嗯 現在最上層的食材已經差不多撈完了 把這個麵已經結塊了 沒想到我還是趕不上寬麵們團結的速度 碗底下方的寬麵 我先來吃這邊的 寬麵 因為麵皮很Q彈 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吃到皮帶麵 略帶厚度的寬麵 口感吃起來很Q 除了自帶的麵粉香氣 還吸附了牛肉湯的清甜味 真的會越嚼越香 目前挑戰時間經過快6分鐘 那接下來呢 來跟大家分享我原本的計劃 那是把每一樣食材的口感介紹給大家之後 接著把肉全部吃完 最後再開始主攻吃麵了 因為各種麵類搭配湯品 其實是我的罩門 每次吃麵 不知道為什麼就特別容易感覺到飽 但是因為這碗牛霸王麵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直接吃到一個忘我 變成全部食材混搭著吃 超Q 接著我們來吃最珍貴的牛尾中段部位 它這個膠質跟肉已經燉到入口即化了 我這個肥肉愛好者給100分 味道的話吃起來非常香醇 很入味但又不會過鹹 來這個 超重 現在時間過多久啊 我們現在先繼續把碗底的寬麵打撈出來 各位 我們現在開始處理後切牛小排的部分 欸 完美脫骨 我覺得店家非常厲害 已經燉到可以輕而易舉就骨肉分離了 好 超大 現在我們來開切超厚牛小排啦 雖然這一塊牛小排看起來非常的肥厚 但是超級無敵好切的 嗯 超嫩 超嫩 好吃 你們多想吃呢 這一塊牛小排的油脂非常豐富 接近骨头边边的地方 吃得到胶质QQ的口感 带有少许的筋膜 不过经过店家的神炖煮 让肉质吃起来非常软嫩又具有层次感 这一块牛小排 没有经过过多的调味 充满浓厚牛肉原始的味道 牛味超重的 真的很牛 现在我们先继续回来吃宽面和牛尾 吃五分钟了吗 吃五分钟了 刚刚倒了 我已经6分饱了 完了 巴比Q啦 吃五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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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虽然现在已经五六分饱了 但是我们还有四五分 所以继续努力 目前时间经过十八分钟了 目前时间经过十八分钟 食材这时候已经差不多都放凉了 不过温体牛吃起来还是很优秀 面条也不辣 接着我把牛小排的巨骨拿出来 准备捞出大碗宫里所有的宽面 有机会吗 有机会吧 我觉得有机会 现在我决定继续回来吃牛小排 牛小排 我们加油 加油 加油 挑戰時間經過23分鐘 它是起來很像水餃的麵皮 現在量掉的寬麵吃起來很像牛肉口味版的厚實千層麵 還有很多麵耶 挑戰時間經過25分半 真的好 好啊 欸欸欸欸 好嗎 中文字幕組裝 馬鈴先生 8分 30分 8分 時間倒數29分鐘 快麵撿 我們來一口珍奶 今天下午有一個未知電話打來 他問我說方便面試嗎 我說我這裡是牛肉麵 我覺得OK 我覺得不行 好 時間來到倒數22分鐘 這個應該是2公斤吧 10分鐘是3公斤的 40分 有沒有想要點名誰來挑戰 後面的感覺 吃不完喔 好 我現在要把第一桌吃完 好 10分鐘 開始簽4公斤的整公斤 倒數14分鐘 開始簽約 我這邊還真的吃不完 我真的 牠很容易下 走客 一貫的 美景 像你一口氣 換五千七七 換幕後 我覺得 按鈕 妳更快 全數 赤 她 按鈕 差不多 抹抹拆 這樣 是不是很過癮啦 2 最後十分鐘了 還是我拼著把湯喝完就吃 可以放中間喔 好嗎 時間倒數八分鐘 倒數雞羹喔 還沒失敗啊 雖然這次來挑戰之前 我就評估自己的九成會失敗了 但當一知道有這個挑戰的時候 我想都沒想就打電話跟店家預約了 因為溫體牛肉麵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我就想如果能拍攝一支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這款美食一定會超讚的 同時它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大胃王挑戰品項 一方面我可以訓練自己豐富挑戰的經驗 當然還有拍片給敲碗給大家看 一分數十秒 我們來到最後一分鐘的極限衝刺時間 我們來到大胃王的大胃王的大胃王的大胃王 好吃喔 好吃喔 吃吃吃吃 現在老闆要開始幫我蹭涼 還剩下多少牛霸王牛肉麵的重量 那扣除碗重的話 我總共是吃了5.6公斤 剩餘2.7公斤 верх informação 吃吃吃吃 其它東西 三牆合一牛肉麵 这个牛排真的是炖到很软的 肥臭香煎 那我后来呢 慢慢想用牛肉炮麵 大约是用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剩下的吃完 老板我吃完了 一个人就把它吃完了 恭喜你是全台湾第一个 把牛肉炮麵全部吃完了 太厉害了 好棒 欢迎大家来挑战 好 一定要来挑战哦 好吃 15公斤重 感变 我们看一下 超强的 我后来花了多半小时的时间 把剩下的2.7公斤吃完了 这个挑战算是我觉得目前挑战过最困难的一项大胃王挑战 因为它的卤牛肉虽然非常的好吃 但是牛味也很重 吃到后面味觉上还是会有一点疲乏 所以我的速度上就有变慢 再来就是它的宽面面条是放在碗的最下面 但是因为煮完面条之后马上就加入了高温的热汤 所以我在挑战一开始准备要捞出来的时候 直接变成大碗宽面千层面 还蛮考验挑战者的咀嚼能力的 那虽然今天这场挑战我失败的一塌糊涂 但是我会正视自己不足的地方 找出这场失败带给我的价值 喜欢这个油脂的创作者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红潜硬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